什么 她怕完不成修灵寝的任务 下病了 真是岂有此理 我看她呀是真的害怕 真不是装的 烂泥扶不上墙 你可别这么说啊 你说当年你在外面领兵打仗 在后方呢调度前梁 处理政务 哪样不是做得井井有条的 就说你那登基大典吧 那也是擅长操办的呀 你别喝完粥就骂锅脏 扔下药饭棍就打药饭的 我就说呀 擅长不堪此任 担着国库天大的数字出去 那些官员都像那苍蝇 闻着腥味似的围着转 甩都甩不掉 擅长他呀面软 不好硬搏人家 心里呢又怕出岔子 这不就给吓坏了吗 要我说呀这件事 非得找个果敢有胆识的人 这才应付得了 朕知道他是个小猫 可你说的那个大猫呢 那个刘伯温 朕倒是享用 可你看他那个样子 一个劲地往后缩呀 像朕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势的 这是怎么了 打仗的时候 个个亲如兄弟 朕一当了皇帝 反而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怎么 朕当这个皇帝当错了 冲八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看到你这么难过 我心里头比你还难过 说句心里话 有时候我真想回到以前 我是真的想帮你 你没发现吗 现在大伙都躲着你 只敢跟你说好听的 就连那个刘伯温 从前是多么慷慨潇洒的一个人呢 也要撒久风 坐着老马破车的逃出城去 那你有办法 那你说呀 办法倒是有一个 就看你敢不敢用 你说 那些一见着腥味就扑上来的官员 要严惩 砍了他们的脏手 断了他们占便宜的念想 至于李丞相啊 你只要给他壮胆免忧 怎么给他免忧啊 给他发棉丝铁券啊 承诺不杀他 凭什么 凭什么朕要保证不杀他 这是胁迫吗 你别忘了 朕是皇上 朕是天子 你用不着跟我发谎啊 你是皇上 你是天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为整肃刚纪 诚治贪腐 特对如下官员 给予查拜 除州之州 赵州 滥用公款 为祭牟利 隔去官职 战首示众 谨祭 人不是 Spanish 你不要褛这 这边 我 acion 上 中共 还有 不 我 要 你 不 皇上 丞相大人是受了惊吓昏厥过去 战无大碍 下去吧 是 皇上 下去吧 皇上 请恕臣接驾来迟 臣 臣怎么会在这里啊 臣还上了皇上的笼床 请 请皇上 恕臣大不敬之罪啊 丞相 还记得今天在大殿之上的事吗 大殿上 皇上 皇上 臣知错了 臣罪孽深重 请皇上恕罪 起来吧 朕想听听 谢皇上 臣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套话朕不爱听 说点实在的 是 皇上是这样 自从臣领了皇上的旨意来 操办这件事情 五日之内 臣就召集了工部 户部 还有掌管营造的内工舰 及相关州府 来跟他们交代清楚 并且核算出了 人才良的用度 五日之内呢 我还要准备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 你这官儿当的 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呀 就会被报表上那些陈词烂调啊 当真是傻子吗 臣不敢 臣的意思是想说啊 是想说啊 对了 臣自从领了皇上的旨意之后呢 朝中门生故旧啊 闻到此消息 就纷纷地给臣见刑 臣 你就跟我直说 这些日子 吃了哪些人的情 收了哪些人的礼 许了什么人的愿 臣不敢 臣绝对不敢呢 臣实在是不得不去呀 不得不去 他们用刀逼着你的脖子 让你去的呀 皇上有所不知 朝中内外 有很多门生故旧 您说他们平时呢 跟我之间都有些帮衬 这个面子不可搏呀 他们的面子不可搏 那朕的面子就能搏吗 朕把这么大的工程都交给你 就看在你是朝中老人 忠诚可靠 可是你的 还没到凤阳呢 这一路上 就与贪官勾结 权钱交易 准备私屯国库的银两了 臣不敢 皇上 臣不敢哪 皇上 皇上真是英明 一语中立 实不相瞒 臣怕的正是这个 臣虽然吃了情 但万万没有寻私情 答应他们任何事 臣一直为此 用私成立 这才半途返回 臣实在是无能 臣恳请皇上 派另外一个人去担当此重任吧 臣着实无能 臣把这份意思已经跟皇后说了 臣俱俱实言 不敢用半句谎话呀 朕姑且相信你 谢皇上隆恩 但是这个凤阳陵墓 还对你去修 皇上 干吗 想抗旨吧 臣不敢 来 起来吧 谢皇上 朕相信你 今天在大殿之上 朕给那些巴结你的人 来个下马围 那都是因为你 那是为你铺平道路 朕要告知天下 无论任何人 无论什么官职 如果想着借着大兴土木 来给自己谋私利 让朕知道 杀无赦 皇上英明 可是 可是臣还是无能 臣 你的顾虑 朕知道 皇后都跟朕说了 看在皇后的面子上 朕给你下一个 免死铁券 谢皇上隆恩 但是你记着 这个免死铁券 只对你一个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儿子 家人犯了罪 一律以大明律令为准 该杀杀 该斩斩 明白了吧